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一場雨量級的對決 那麼提醒一下 接下來登場的這兩位選手 誰勝誰將有機會晉級百萬爭霸賽 來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雙方選手 有請 好 觀眾朋友 首先這場比賽出場的是吳承傑 吳承傑 姜龍雲的弟子 MMA戰績在瑞武的MMA戰績是兩勝 他的對手袁生波 同樣也是來自黑龍江阿爾賓姜龍雲的弟子 同盟中的惡戰 瑞武三弟 兩勝一副 兩名選手 不管誰勝誰副 誰將在下一場百萬爭霸中贏戰 王冠 對 那麼這兩名選手呢 都是姜龍雲的弟子 相對來說是知己知彼 那麼在比賽當中 他們的表現怎麼樣 剛剛師傅已經做出了表賽 而且 老師沒辦法指導啊 你能知道誰呢 因為這兩個選手要打PK 你會知道誰呢 誰也不能知道 自由發揮 讓他們自己發揮 哦 身材上 比例來看 無程級的身材啊 更強壯一些 原成波呢 在上一輪的比賽當中 也是給我們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是的 原成波這個小將 對 當時我輸給了原成波 對 對 也是很有特點的 當年我想 中國的MMA界的柔術 柔術愛好者應該對原成波都是比較了解的 對 當年原成波在北京也是世煞豐盈的一陣子 呃 在北京他有一段時間在練習 在北京去北京玩玩柔術 你去了很多館 給人家玩柔術 是吧 是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雙方選手 藍方選手來自黑龍江 瑞武戰績 兩勝零負 身高174公分體重66公斤 代表哈爾濱龍雲綜合搏擊俱樂部出戰的吳騰傑 而我們的紅方選手呢 同樣來自黑龍江 阿爾濱龍雲綜合搏擊俱樂部 瑞武戰績 兩勝一負 身高178公分體重66公斤 他就是袁春波 再一次提醒一下我們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這兩位當中誰勝誰進百萬爭霸賽 好啦 接下來有請我們本場比賽的場上參加人 傑倫伯洛先生有請 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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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门师兄弟之间的竞争现在开始了 手套上有红色的是袁春波 有蓝色的是吴承杰 我们再继续说一下袁春波这名选手 袁春波在圈内的外号叫做风车 风车这个外号蛮怪异的 很有故事来历 北京的爱好者应该很熟悉他 具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欢迎大家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北京的爱好者们 这个我们看到一上来以后 吴承杰先给他的师兄弟来了几具重拳 是的 但是袁春波不必所动 相互都比较了解对手 打法 对 所以说应该是比较稳一点 所以这个好像给我们的感觉 现在是吴承杰有意再把这个袁春波的火兜起来 是的 在场上 但是这个 但是内台上吧 打一打真的两个人就容易 容易容易起火 起火 对 出出来 相比战力可能是吴承杰更好一点 袁春波指定是想要走一面路线 袁春波被放倒 好 这时候是有意的 封车转了起来 这个我们从这个 这个超人拳 这个超人拳 三分三一秒 三分三一秒 三分三十秒 好 这个第一次好漂亮 对 两个人具体要做什么 真的是很难拍弄 我没把我摸下预测 因为 因为他们太熟悉了 对 而且两个人的 好难 很冷的一角 好漂亮 都敢做 太敢做了 很会表演 这圆珍摸的旋风漆 飞溪 两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东西秀出来 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但是这个预测真的是很难预测的比赛 如果他俩换一个对手 我可能能帮大家说一说 他俩的下一个动作会用什么 想要去试图做什么 但是这两个选手碰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 下一秒会发生 对不对 哦好的 赢机 赢机有意识倒地的嫌疑 是的 然后圆春波还是想打地面 吴承杰打入地面就站起来了 还是不想跟他打地面 他不愿意 吴承杰非常不想跟圆春波打这种地面 因为圆春波 对对对 到了地面以后 他自己有几斤几两 他很健康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知道 圆春波的地面技术也不应该小看 对 对 你看他都是主动倒地 是的 都是主动的 对 垂机 想要过腿很难 我认为 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 把他脱下来 是的 相互之间了解的人打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你知道我的缺点 我也知道你的缺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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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上这个你看也是吴承杰大一点 力量足 对 心理心理上的战术应该是更多一点 对 你看 是主动主动 每次都是要打着了就主动主动的往后倒 一分钟 一分钟 又要自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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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聪明了这个打法 利用规则 利用对手的这个 哎 这个你们仔细看 而且他们这种顺势啊 顺势啊 顺势而为的这个技术 非常合理 对合理合理 而且你们看那个 吴承杰这个眉宇之间啊 这个 这个秀气啊 很帅 很帅气 这个眼睛 破烟 英雲 很有神 刑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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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 你看 你看 哎 是 威夕被打得 哦 漂亮 漂亮 这是 你来我往双方啊 对啊 我 太熟悉了 被提我滚关 OK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 绝对不是在赛前做的 做秀啊 啊 这是在比赛当中 他们自己 知道对方 会下一个动作做出来 太批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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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对 因为 他们做的所有东西都能 过过去 真正做到了这个 迎来将当 谁来出现 而且是这么简单 这是 先何事情 不强求我顺身而为 除非这两个人差距特别大 比如说你练一个月 活了两天 就完了 对 两个人其实这个世界上 也差不了多少 我估计师兄弟 他们又是一个级别的 这个师兄弟在台下肯定 经常在一块 经常在一块 相互之间可能 你是我的陪练 我是你的陪练 出为下次比赛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个比赛啊 对于他们两个来讲的话 对 这一场比赛 可能 胜负就在毫里之间 是的 不过他俩谁赢了 谁将进军百万争霸 对 百万争霸 金腰带 这是独大的诱惑 哦 好的 好的 鞋手拳打到脸上 哦 哦 锁住了 一上来就被圆寸摩锁住了 摟住到他的脖子 圆寸摩 哦 正灯 坐地的正灯 对 我就来给兔子弄腿 是的 虎子弄鹰 BitFly的时候 那个 一个正灯 对 蝴蝶蝴蝶是防守 我们晚上可以叫 对 坐地的两个脚啊 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所以在比赛里面 就是根据瞬间的变化 做出瞬间反应 是的 就是现在都没实质性的一些重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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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熟悉了 你想做什么我都知道 有什么意 这个 还有一个人应该放弃他的传统拿法 对 如果是我 我会放弃我最传统的这些 这些 这些 我知道的东西 但是有一点 他放弃他最传统拿法的话 他 可能 有可能 他的 短处就有可能漏出来 对 赌博嘛 你赌赢了 就赢了 所以在比赛里头 怎么样来根据自己的对手来布置战术 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是的 对每个选手来说 都非常关键 那么尤其是这种知己知彼的选手 炒人权 嗯 我就是要抓住你的 这个 你平时所没有给你展现的那一面 来给你进行周全 而且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啊 因为袁春波对吴成杰太熟了 他根本 就是 对你看 看他这个战术 对战术 对战术 当年他对王冠的时候 因为王冠的战力太好了 他没有办法 只能在地面上 但是今天他了解什么 他敢站起来了 哇 这个这个有点撇腿 我觉得这个动作 说不好自己 哇 好的 漂亮 有点像那个跆拳道的那个叫 一个动作 更像是一场训练赛 有像拍电影 太了解了 太了解了 但是 但是 这个动作非常危险 袁春波刚刚起了 地边腿 然后呢 我们看到吴成杰有一个小迎鸡 一个小截腿 这个小截腿 一样给蹬回去了 如果 在这个武术三打比赛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像这种啊 对对方的杀伤力很大 他的颈骨很脆的 如果说蹬得很顺的话 这个颈骨很容易就 一个背住膝盖 我觉得会 对 一个是膝盖 还有一个颈骨 还是不敢压下去打吗 对 对 他赶快 他 因为 袁春波很很很很很想锁 锁的对手的脚 对 来了 好 多次试图想打击 吴成杰 好的 这下很激烈 吴成杰 试图 GMP 对 打击 但是我们看到 袁春波的意图很明显 就像锁你 你手近了 我就抓住你的手 或者是 直接坐你的脚 对 你的脚只要近了 我抓到这个地方 或者去锁你的脚 但是刚才这几下呢 属于自己在防守的时候 没做好 是的 而且他非常 袁春波非常喜欢做那个 Hailhook 这个猪根 猪根的一个 鎖猪根 但是那个会伤害的是膝盖 很危险 哎呀 这个转身好慢 这个转身的话 如果不行 也聪明一点 能够抓住的话 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是的 但是我感觉如果 GMP进去那一擦 那他应该就会 这个他们两个使用的高偏腿 这个 这个 原来说不是抖地派吗 就是只要我体腿 自己必然会倒 对 这是我的连贯动作 哎 这个 这一分钟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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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打到现在 我觉得吴承杰相对来说 目前 目前吴承杰在地优势 如果三级结束了 这么打下去的话 我把他指定去 我相信 以我的判断能力 还是会叛吴承杰 或是想这么打下去的话 对 13秒 好 那时候 元春波指定是在找降服的机会 对 而吴承杰呢 是想KO对方 对 对 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吴承杰的争取爆发力上 更 控制能力上 更优秀 对 但是元春波上 他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者 机会把握的特别谦 如果你给他机会 他就会 很会利用这个机会 对 好 第二回合记住 铜门师兄 你的思杀就是这样 让人看得很硬 对 那个 没有让我们看到 就是 我们想看到的那些东西 对 而且我相信 训练的时候 也会很麻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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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呃 都是来自同一家俱乐部 吴承杰和 我们看到了王冠 这就是已经入围百万争霸的选手 王冠 那么这两位的胜者 胜者将挑战王冠 现在王冠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 他希望谁会获胜呢 这个 王冠应该会看得很仔细 因为 对 针对这个战术去安排了 对 所以今天他们两个的这种表现 也给了王冠一个实地马侃的一个机会 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小的压力啊 对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好 第三回合开始了 嗯 其实我要是我 我会很快解除战斗 因为王冠在下面看着呢 如果我打得太多了 王冠会了解我的 对 而且你的一些 技战术打法 对 他会很清楚的 这是两个人 大家不断的把破战留给王冠看 但是这样也可以说明什么 这两个人很 哦 打到脸上了 而且就是很敬业 对 虽然我们通门师兄弟 但是我们应该给大家打出来 尽自己的手能打出来 对 不是说是ok 那我就 持着剪刀布嘛 要是谁输自己输嘛 反正自己到最后 如果是拿了100万 那就是100万 他分嘛 拿不上去就算脑霉嘛 但是目前来看这两个人 还都是非常想去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的 对 但是两个人呢 从这个比赛的这种 你看到这个 我刚刚 有点 我刚刚 戳到了一种 你看到 五成杰 脚一上了 五成杰 手指也就上来了 嘿 漂亮 回旋帝 终于说 他漂亮的回旋帝 上吧 五成杰上吧 上吧 不留面子了 还是不敢压进去 他太了解他了 他就怕说一些腿部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比赛在这个训练 平时训练当中可能在这个战力格斗的时候 吴成杰战有优势 是的 那么对方呢只要一进入地面 可能对方的优势就化为无形了 是的 所以他太了解了 所以干脆就在比赛当中我就不进 刚才那一下如果吴成杰押上去 他也许能把握这个机会 但是他不敢 下到地面以后不是他的优势 特别熟的人反而就更不敢去做一些东西了 对 他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他会故意给你露一个炮战 让你跟着来 对吧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随领战术是吧 对 引着你那个走为上级 让你看我可能要不行了 可能我走走走走 最后给你两个反击 对啊 把你引进来 36G都用上了 现在比赛当中啊怎么样又是对方犯错误 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关键 僵持状态还是 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可能他们最终的想法呢就是说 最终的胜负还是交给裁判 交给裁判嘛 对 你看两个人同时起腿 这个起腿同时 这有点像那个同门师弟之间的竞争 先是这个亮相的做同时做一个动作 是的是的 哎 不能提脸 不能提脸就是说 这是一个规的就是说 如果一个运动员倒地以后 倒地的运动员 就是说不光是倒地 除了两脚以外 其他第三点倒地 另外一个选手呢 不能用膝和腿去攻击他的脸部 头部 头部 所以在比赛当中啊 别的位置可以啊 我相信啊 这两名选手在上面打 他觉得很便宜 对吧 有时候 作为选手来讲的话 他可能 不是一个同门师弟的话 他下手下重手 我有故意 我认识没有 最便宜的人是江龙云 是 我赢了 我好高兴 好开心 但是紧接的就是 两个弟子 两个弟子那一段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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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是最后 这就是 目前中国的MMA运动员 所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 通病 通病 就是 组阁不进去 分一分钟 断点 我一拳 我就停了 我前后手停了 一脚就停了 好的 好的 漂亮 还有50秒 这样打的话我估计 裁判警告吧 应该是有个危险动作吗 不是 可以看一下回放应该是 好像是 哪出了问题 看一看啊 身上是有伤害什么 可能是挂到下体了 不知道 因为他刚才问 裁判问的是 吴承杰有没有问题 要不是气腿过低了 回放的时候咱们再看吧 咱们看这个 下面这10秒钟 10秒钟了 如果这么没 这么样打下去的话 应该就是判 判吴承杰了 还有可能就是吴承杰去 对战王冠 没问题了 好 吴承杰对战王冠 是的 两个人谁也没有去欢呼 他平静的对待这场比赛 让我们看看裁判最终的判发结果 是的 如果不出意外 吴承杰将军和王冠 争夺百万张霸和尖腰带 应该会是一只判定南方天守五圈前 差不多 按着规则啊 对 对 他显得更主动一些 对 而且呢 打击仗更多一些 打击仗更多一些 伤害是更多一些 地面基本上没有 对 对 因为吴承杰 圆承杰在地面上 没准备到什么伤害 对 有一个会合 两个人倒地之后 很快就 对 就解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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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丰方选手 好的 在刚才的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的三位裁判员一致性判定 蓝方选手吴承杰获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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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呃 呃 无数据员呢 在我的印象当中之间 应该是第三场的瑞伍比赛 前三场呢 这个成绩来告诉大家 呃 前两场的成绩告诉大家 呃 呃 前两场比赛是 过来的 一个人活在胜利 而且 吴兄姐特别可爱 在分六五六的比赛当中是 现场跳起了七马五 哈哈 来一段 要不要再来一段 耶 哈哈哈 好了 好了 呃 今天今天对阵的选手 员 村 呃 呃 呃 好像你跟他很熟 呃 是我们队友 一起表演的 对 所以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你打的也是 会不会累 会吗 呃 你就将带着 我相信呢 可能 也带着圆春波的那样的一份 期待 要打最后的这个这个决战之夜 有信心吗 有 有 好的 再次谢谢 谢谢吴承杰 谢谢 他说他觉得他会赢 他觉得他会赢 但是吴说你觉得 你赢 所以 大家都知道 这场比赛 是最后的 就是这场比赛 最后的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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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说 这场比赛 是中国 百分争霸决赛 所以现在就是 吴承杰 是我们要打 百分争霸决赛 所以你們兩個晚上都要爭奪中國MIV的全部冠軍和100萬的獎金 你們都很期待 很期待 非常期待 好的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樣的一幅畫面就是在2013年2月2號那個決戰之夜 會亮相八角臺的爭奪百萬獎金的兩位選手讓我們共同期待吧 謝謝 谢谢大家